14號當天下午 37歲台積電陳姓外包商 下班到停車場要騎車回家 結果機車竟然被人放置包裹爆裂物 陳姓外包商一拿起就瞬間爆炸 導致他被炸傷又小指截肢 經過檢方多日的追查 終於逮到涉嫌人 檢方表示涉案的是 陳姓外包商底下的工人 34歲的賴姓男子 當天他離陳姓外包商 只有30公尺的距離 利用遙控器引爆炸彈 隨後就在旁邊圍觀 態度相當的默 28號檢方繽紛兩路 持搜索票到賴姓男子 位在新竹的公司宿舍 以及嘉義的住處搜索 發現男子不但藏有火藥 線材 電池 遙控器等物品 而且還刪除手機資料滅證 檢方立即以殺人未遂恐嚇公眾 故意以火藥炸毀物品等罪 向法院申請擠壓禁見獲准 檢察官說雖然收出各項關鍵證物 但賴姓男子始終餘待保留 不否認也不承認 有放置爆裂物引爆 目前檢調還在釐清犯案動機 記者從目前呂捷新竹報導